40位 然後就跟他買了 就是他也收了一張票的訂金 發現他的臉書的帳號就很奇怪 就消失了 他就說是他被臉書官方刪掉 然後就問他說方便面交嗎 然後他就是完全搞消失 每天密他 他LINE就是連引出都不已 當初雙方協議先付2800元訂金 就是因為料性賣家 訂票證明和座位排數全都有 只是等了五個月 對方卻開始搞失聯 連匯款帳號都有貓膩 那結果有一幫我查就說 就說這個帳戶根本不是 就是這個Kaley這個女性 因為我知道她的本能 那我就直接說 因為我是被這個料XX小姐 就是Kaley這個嬌姐被騙 然後我就說是她的帳戶嗎 她就說不是 被害人氣的發文 沒想到反而調出一票受害者 這才發現原來自己碰上的 是詐騙官犯 COPLAY魅力席台 粉絲球票若渴 卻慘被詐騙分子盯上 根據了解 光是COPLAY演唱會 目前就累積十多名 被害人向料系賣家提告詐欺 就算錢討不回來 也得用司法 給假賣家一個教訓 3C新聞正想人由他